OK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泉泉 今天呢 比較隨興齁 今天的話就是 Freestyle 的 剛剛收到這個熱騰騰的 Apple Watch Series 6 今天的影片呢就是 確定要來開箱跟大家分享這個 Apple Watch Series 6 因為其實泉泉以前到現在 沒有任何一支蘋果的手錶 這個Series 又是圈圈第一支的蘋果手錶 所以這麼多產品裡面呢 就唯獨這個Apple Watch 還沒有拿到手 體驗一下啊 Apple Watch 到底有什麼威力跟功能喔 那 話不多說 馬上先來開箱吧 開蘋果的東西呢 其實不太需要準備 美工刀啊 什麼之類的 一鏡到底 這樣把它撕下來 把它拿起來 把這個往下撕 哇 這個撕下去 連撕開都有這種爽度 這個就是蘋果的產品 這個膜很清楚 就很不需要 它凹進去的這個設計啊 好 蠻深的 怎麼看到 應該是從下面這裡 這有兩個耳朵 錶帶跟這個主體在這邊 那應該是可以很輕易的 喔 就直接從下面 它這裡也太可愛了吧 先用這個把它黏起來 裡面應該是一些說明卡之類吧 這個其實我們也用不太到 這個充電線的部分 充電線我們把它留著 本體在這邊 它用了一個很像厚子吧 的東西把它保護住 這就是Apple Watch的本體 那其實它背部的話呢 是用這個感覺有幾顆晶片在這邊的嘛 背部的話應該就是做一些偵測 跟一些Sensor的感應這樣 這邊有一個這個按鈕 這應該是開機鈕 我們把它來長壓 喔 可以看到了 蘋果打開了 再來的話它就是說 靠近你的iPhone 然後做一個綁定就可以了 欸 沒有反應啊 欸 有了有了 欸彈出來有沒有 好 出去 然後掃描上面這個 其實很多人說這個東西很漂亮喔 很像一個宇宙有沒有 欸 以配對有沒有 那這幾天呢 確認會不斷的做一個測試齁 然後再來告訴大家 欸 Watch Series 6到底好不好用啊 然後有哪些功能呢 是對大家來有幫助的 那我們就幾天會見囉 OK 經過去一兩個禮拜的實際的體驗 跟實測狀況呢 確認現在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Apple Watch 到底值不值得購買 那到底它的優點跟缺點在哪裡 確認首先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Apple Watch的缺點 因為確認買這支是這個 S Leo的版本齁 所以說它有這個 血氧功能跟心率偵測的功能 血氧功能其實是可以使用的 心率功能是還不能做使用的 血氧功能的話 確認覺得這個功能呢 實用性不高還對一圈自己本身啊 如果說你是那種 需要每天做一個紀錄 需要長時間偵測的 那或許這個功能對你是有幫助的 再來的話是它的 偵測的狀況 現在功能的話 它必須要很 吻合的貼在你的手上 才有辦法去做一個實際的偵測 不然它常常都會出現 請重新再偵測 偵測不到的狀況 那像圈買錶帶是這種 磁吸式的 不是最近出的這個 單圈式的 如果你是這種磁吸式的 其實偵測狀況真的不太 它就是會常告訴你 偵測不精確 然後請你再帶緊一點 那因為全面又買這種 袖鋼 所以帶緊的話 說真的也是會有點不太舒服 但是如果你是買單圈式的 我想偵測狀況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那再來這個 PCG的功能呢 目前台灣也還沒開放 最快的話也是要等到 今年年底的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要買的話呢 基本上可以買S5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買到S6 那 確認接下來講第二個缺點 因為全面本來以前沒有戴過這種 電子性的手錶 第二個缺點就是說 它每天都要 定時充電 商圈本身自己用 可以撐大概一天半 但是其實 我都是睡覺的時候 就是放進去充電 以前就要充手機了 像還要充手錶 也算是多了一個困擾 沒辦法 它就要吃電了 那就是看未來 蘋果能不能在這個電力的方面 做到更加改善 因為以前我們戴傳統的這種手錶 就大概是半年一年才換一次電池 OK 那再來第三點呢 其實很多人買一支Apple Watch 就想說可以取代這個手機 第三點就是說它沒有辦法像手機一樣 可以讓你做到超級多方面的事情 手錶基本上就只是一個搭配 只是一個輔助而已 它沒有辦法像手機這麼獨立去運作 所以說 不會有買Apple Watch 就不用買手機的問題 手錶還是貴在手錶 這個定位非常的明確 如果可以講了 今天個人覺得這個Apple Watch的缺點呢 當然也要講一下這個Apple Watch的好話啦 今天一樣舉三個優點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第一個優點呢 是這個 Apple Watch其實它就像是一個小型的顯示器 它可以讓你看到比如說訊息 就是說你可以不用再拿起手機 手一拿上來就可以看到別人傳過來的訊息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它有地圖的導航 比如說你在手機上面做導航 Apple Watch會跟著做連動 那連動完之後呢 比如說你到了一個入口 要進行轉彎 Apple Watch其實它是會給你反饋的一個震動 就是說它會在轉彎前 震動一下告訴你 要轉彎喔 像一般呢 我們說在開車在騎車的時候 不可能常盯著這個手機的螢幕去看 因為並且還要看路況 所以說呢 這個震動啊 就是蠻好的回饋 當然它也可以做到聽歌 切換轉換音量大小 真的沒有問題 你不用再拿起手機了 再來的話就是 比如說你有自能家電 自能居家的部分 它也可以做到開關的功能 那再來第二個優點 你覺得它算是比較有趣的部分 就是它會定時 告訴你要深呼吸 聽起來很荒謬對不對 因為平常我們 不管是工作還是課業 有一些壓力的時候呢 常常會忘記是 調節自己的身體的狀況 它可能也會偵測到 你身體的某一些狀況 適時而去提醒你 這個圈圈還不確定 就是會告訴你 誒要深呼吸一下 嗯? 深呼吸吐氣 那再來的話 有一個很有趣的點就是說 像圈圈自己本身 算是長時間做著的人 所以它會叫你站起來走一走 這個是以前圈圈比較沒有 遇到的一個狀況 突然這樣有人告訴你 你站起來動一動 久坐真的對人體真的不太好 比如說你一天坐下來 可能是長達五六個小時以上 還是要四時的起來走一走 你可能在忙的時候 常常就會忘記 那但是現在手錶 它就會提醒你 圈圈覺得這真的是一個不錯 就蠻貼心的一個功能 OK那再來 圈圈講第三個優點 其實對型手錶 它還是歸類在這個運動健康方面 比如說 平常在跑步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偵測問你 你是不是在跑步 圈圈也不懂它是用什麼方式去做一個偵測 懂事它就會突然間知道 你是不是在跑步 需要幫你做紀錄 手錶它就會跳出一些通知去告訴你 紀錄的話 基本上也會有完整的一個資料分析 歸在你的手錶 手錶再傳到手機這邊 不管你做運動還是做瑜伽等等之類的 它都會有一些成就要進行解鎖 當你解鎖的時候 好像做運動有這麼一回事 就是它會讓你產生一個成就感 會想繼續再往下一個成就達成 你就會想要運動更多 圈圈覺得這個也都蠻準確的這樣子 OK啊 說了以上的優點跟缺點呢 最終還是得回歸到 這個Apple Watch到底值不值得大家購買 相信看影片的各位呢 可能有些人也還沒有這個電子手錶的經驗 圈圈認為啊 這個Apple Watch 它就像是一個在生活上細節 可以讓你更便利的一個工具 如果你沒有它呢 其實你生活也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但是如果你擁有它呢 相信你的生活應該會更加得心應手 OK啊 那經過以上圈圈的這個開箱跟介紹呢 不知道大家有更了解Apple Watch一點呢 如果你也是已經擁有Apple Watch手錶的人 也歡迎到下方留言給我們分享你的經驗 那我想今天明天到這邊就結束囉 最後如果你覺得這部影片不錯的話 可以到下方點個喜歡 想持續關注我的頻道 別忘記按下你的訂閱按鈕 我是劉先生 下部影片見到 掰